比賽比到一半 台下突然爆發衝突 工作人員見狀立刻上前拉開雙方 現場火藥味十足 眼見又要爆發第二次衝突 工作人員趕緊合斥 朋友也在旁邊不斷勸阻 原來雙方爆發衝突 就是為了台上比賽的電競選手 金髮男子一次不滿選手表現 在台下抱怨連連 恰巧選手親友也在觀賽 聽到後立刻出氣迴拳 站起來 高手在民間嗎 選手拿著手機各個緊盯螢幕 二十二號在台北華山園區舉辦的電競比賽 還邀請多名網紅 沒想到比賽到一半 底下卻爆發肢體衝突 雙方大打出手 更驚動警方到場處理 警方到場時以無打架的情勢 將涉案的五名涉嫌人全數代反所偵訊 全案依妨害秩序傷害罪 涵送台北地檢署及台北地院後續審理 雙方最後互告傷害 本來只是開心看比賽 沒想到火氣上來 這下比賽看不了卻進了警局 暫宣黃映凡 蕭雲 台北昌報導